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爹地的花 穿着美丽的衣裳 天空的鸟儿 从来不为生活忙 慈爱的天父 天天都看顾 他是全能的主 心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你听过夜地的花 这首优美的诗歌吗 过去几十年来 许多人沉浸在这优美的歌声里 当心中有烦恼时 轻声唱着 心灵就得到抚慰 再一次得着力量 继续向前走 今天我们请到这首曲子的作者 音乐家吴文栋老师 为你分享他的心声 春天的花朵总是这么的迷人的 这么的绚丽丽 所多门王有一次很叹息地说 他身上最美的 最华贵的衣服 也比不上野地里的一朵花 当民歌开始在台湾流行的那个年代 我们的天音也有同感说 我们唱了那么多年的翻译诗歌 是不是也要自己来创作一些 属于自己的诗歌 我们开会讨论以后 他们都看着我 说应该就是你嘛 因为只有你是 专门在国立专学音乐的 应该由你来作曲 我说可是我不是做曲科啊 我是演奏的啊 他说可是我们就是觉得你可以做这个工作 我说我没有办法升任这个工作 他们就说我们为你祷告 我们在那一天晚上 我的心就 因为大概不知道为什么是就睡不着嘛 我就出来溜达溜达溜达 看到那个隔壁家种的那个花都开了嘛 我就看到怎么这么漂亮 后来我知道那种花叫昙花 昙花是昙花一现 咦 怎么这么巧 我出来看的时候它开了 然后回去就跟做曲者就是叶维新 他说很好 用野地的花应该是很好 他就把圣经里面的野地的花是最美的 连手朦朦朦朦朦都自叹不如 我说只有野地的花就这样诞生了 从此 吴老师踏上了作曲的路程 他写了无数筷子人心 朗朗上口的诗歌 我们将会陆续为你介绍吴老师的作品 及背后的故事 你却需要 天赋已经都知道 我心中烦恼 让他为你除掉 慈爱的天赋 天天都堪顾 祂是全能的主 心靠祂的认真是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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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子旅行 偿像传真是有福 禁到格尼les的 Mongo